今早的ET国股推介就是美团3690 选择原因是美国加息周期步入尾声 即使采取鹰派或中性情景的加息步伐 息口上升对高估值的新经济股 构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大致得到反映得七七八八 再配合内地经济恢复正常 平台经济监管也占出于日常 新经济股长线有望能够延续反弹 当中可以关注近期走弱的美团 美团主要受累于早前腾讯以派息的形式减持 预料部分股东在3月24日收取美团股份前后或回估出股份 对他们的股价造成短期压力 不过美团基本面仍然向好 巴基估计美团上季的业绩符合或略好过市场预期 短期内纳可望成为股价的出发剂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美团2022年可望是纽规的 经调整盈利达到21亿人民币 业务恢复正常 2023年盈利在低基数效应下预料可以升超过5倍 策略上美团由1月5日高位195.6 回调到星期一低位143.6 最多回吐超过26% 跑输其他新经济股和科子同期的跌幅 科子的跌幅是7% 股价深度调整 投资价值就逐步重建 例如北水昨天正买入美团12亿元 美团昨天收报147.7 可以是150元以下分主收集 中线上网2月初高位185元